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过去曾经被爆出 有酒驾历史的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 又被媒体踢爆 他和已婚的警官爆出了不伦恋 警官太太还掌握两个人的对话记录 双方是用圣母风来当成了优惠的暗号 古拉斯甚至还提到说 希望能够有爱的结晶 这消息爆出之后 古拉斯请辞获准 这人夫警官则是被调职 不过古拉斯喊冤表示 两个人没有亲密行为 过去的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 爆出桃色风暴 被弹劾最后请辞 总统府资政也涉入了杏骚怡云 而古拉斯同样是蔡英文的爱将 担任过府院党的发言人 被称为叫做大满贯的发言人 奇怪的是 难道蔡英文用人都不去打听一下 看看他们的私得吗 立文 好 今天周刊报了这个 也是一个层级非常高的不伦恋 那女主角就是 现在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古拉斯 大家对他应该有印象 他之前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 那么去年 他代表了这个民进党去花莲参选 好 那么在花莲参选的时候呢 就跟他的随户发生了婚外情 就是今天周刊爆料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因为这件事情被原配老婆发现了 所以告上了法院要求古拉斯要赔偿 那么呢当时的闲尸对话 今天呢都被周刊全部通通都登了出来 这位呢就是跟他呢有染的人夫随护 好 这位随护呢 他就说代号圣母峰 圣母峰就是指的发言人古拉斯就是你了 好 那么古拉斯呢就给他回了 说装备不够无法攻顶哦 圣母峰屹立不咬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登山啊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段对话 因为呢两个人呢似乎呢感情已经不断的升温 而且呢传出呢古拉斯呢想要生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的代号呢叫做Lucy 那么所以这个对话是说呢 他的生理期又来了 所以就表示没有怀上 没有怀上小孩 所以他的心情很差 那么他就说他会一直努力到他有Lucy啊 那我也觉得他们两个很奇怪 那如果都已经想要生小孩了 那为什么不面对他原有的婚姻 然后呢直接跟他原配表示 然后离婚了之后 再来跟他一起生小孩呢 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也觉得很不解 然后呢这个古拉斯呢就说 哎呀他献一首歌给他听啊 他唱一首歌 这首歌就是有个女生爱上了已经有伴的男生唱的歌 他自己讲的 他说讲白话就是小三唱的歌 所以这首歌就是他的主题曲 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就是小三 好 可是呢他给他回说 我可是很认真的 他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很认真的 但是因为我们身份悬殊啊 哇塞 现在是清朝嘛 还有什么年代了还身份悬殊啊 意思就是说哇你可是堂堂的大官啊 出入都是行政院总统府这种等级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小随护啊 而且他说我会家破人亡啊 有这么凄惨吗 好 自然 然后呢他说你会家破人亡 我会身败名裂啊 就说他们两个现在是在调情吗 还是说真的呢 那说真的你们就应该分手啊 或者当时就不应该在一起啊 那现在就是要身败名裂 然后一个是家破人亡也要在一起 而且还要生小孩 那我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不真的是就是开大门走大路的 或许像我们这种人永远不能理解 小三在想什么吧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哇塞 真是连环抱抱不完啊 怎么会这样子 民进党里头满满都是这一类的 蔡英文的眼光也还真准啊 还记不记得丁允公 哇 很红耶 也是前总统发言人耶 然后呢他劈腿似女闪时获准 然后整个的过程也是 真的是让你觉得 就是一个渣很难形容啊 好 另外呢还有呢 总统府里头的高层啊 也是小英之友会的大咖 这位资政呢 所以泡出来性骚他们的女党功啊 然后呢现在是撤告请辞了 好 那么呢 现在总统府发言 总统府里头 真是春城何处不飞花啊 真是 然后呢爆出了已婚的随护的不伦练 所以他火速请辞获准了 那么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蔡英文身边 通通围绕的都是这款人啊 真的很奇怪 好 不只是这样啊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当然这个不写名字 大家也都知道是谁 就是毕胜 有没有 毕胜啊 你看 抱着小孩跟着婚外情 都已经抛 都已经这个被拍到了 结果呢 他得到了陈时中 非常的赏识 而且权力的力挺啊 所以最后还升官了呢 还变成我们的指挥官呢 而且还是卫福部的次长耶 所以啦 古拉斯闪死 现在只是暂时 避避风头而已吧 蔡英文代将古拉斯 卷入了布伦恋情 请辞总统府发言人获准 虽然古拉斯说 他不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 可是从这个曝光的对话记录来看 里面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像 是什么家破人亡啦 身败名裂啦 如果说都已经讲成这样了 难道真的不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吗 在蔡政府当中啊 卷入布伦恋风暴的 其实不止古拉斯 还包括了王必胜 同样都是被媒体踢爆 而且王必胜呢 他是啊 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没有啊 不是天天都要去开 这个疫情的这个会议吗 不是要跟全国的观众解说吗 他不是时间管理大师 还可以在那个之前 先跑去看小孩吗 都被周刊给拍到啦 当时陈时中还缓家说 大家都会犯错 要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还说王必胜非常有经验 而且呢 做事很有效率 后来还升官了 好啦 古拉斯现在因为布伦恋情而丢官 套用陈时中的逻辑 难道是因为绿营认为 古拉斯不够有经验 办事不够有效率 所以不留他吗 不然的话 民进党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那为什么古拉斯和王必胜 一样是爆发布伦恋情 结果古拉斯却丢官 王必胜却可以升官 这样真的有性别平等吗 蔡委员 古拉斯的案件 事实上已经进入民事官司的阶段 民事官司里面 古拉斯当然希望能够 稍微减轻他的这个司法的负担 所以他要有几个主张 第一个主张就是说 我不知道那个李姓随护 已经有结婚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辩护的方式 那第二个辩护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所以这个李姓随护的讲说 我们没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一种在司法攻防上的一种套招的 那如果这两个法官被踩信的话 那这个官司古拉斯是会赢的 可是现在原配拿出来的证据 对古拉斯是不利的 因为证据里面讲 古拉斯在对话里面讲说 爱了已有伴的男生 那表示古拉斯知道 那位李姓随护是已经有家庭了 不然他怎么会讲这句话 那其他人说 这个没有性关系的辩解 那他是用说圣母峰就是你 然后他又说圣母峰屹立不咬 只有你一人登山 我是觉得古拉斯是民进党原住民的朋友里面 少数主张台独的 他的台独思想非常的深刻 可是我在这里他觉得是假台独 为什么 他没有去中国话 不应该讲圣母峰 圣母峰是中国的山 怎么可以讲 要讲玉山 阿里山 雪山 大坝尖山 所以我是觉得思想还没有清楚得很干净 但这个毕竟是整体来讲是私领域 私领域我们很难去评断这事实非非 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很重要 跟公领域有关系 就是刚刚 这位李姓随护的妻子 发表公开声明 他怎么说呢 我简短重述一下 他说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主席 自从我老公登登登 可不可以还我老公 请民进党还我老公 注意到他是公开呼吁 请民进党还我老公 他是把老公要回来 他会原谅他老公的行为 可是他状况好像一个很 一个女人的哀嚎 不晓得蔡英文听到了没有 赖清德你听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公领域 有一个人有求于你赖清德 有求于你 就是说他的妻子的 这李姓随护的妻子就是说 他的立场 当时他的立场 因为你们说要有一个 有一个很不错的随护 所以他的先生就调去当 古拉斯的随护 这是你们蔡英文跟赖清德 安排 他认为是这样子 然后结果产生了 他失去老公 家破人亡的危机 他要把老公要回来 那他觉得 跟古拉斯要没有用 他要的对象是谁 是蔡英文总统 跟赖清德主席 他很尊敬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主席 所以官嫌称呼 都称呼得很正确 那现在就是说 那赖清德主席 跟蔡英文总统 你要怎么还这一位 很悲欺中的妻子的老公 你能不能做得到 你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就是公领域的问题 你说选民成情也可以 你说身为你的子民 你的老百姓 相信你的民进党 一辈子的人 有这么一个卑微的要求 那个其实也是民进党支持者 你怎么交代 赖清德 你怎么交代 好 不过看到不只是 这个不断的 这个在这个民党内部 爆出了一些 这个信骚不伦的一个案件 然后呢 先前呢 则是呢 上一次九合一大型 有很多的抄袭的案件 陈明通因为林志坚 郑文灿 学伦案被台大调查 那么台大调查之后呢 就认为陈明通 的确是有为师的 但是陈明通他就反而反向说 这是一个事迹的大冤案 记得苏宏达院长就要求 台大跟教育部应该公开 当时的调查报告 但没有想到教育部却说 哎呀我没有 我这边没有调查报告哦 而台大竟然说这个相关资料 是必须要予以保密的 问题是先前林志坚的学伦案 当时台大调查之后 不是有将这个审议的结果公开吗 当时也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为什么现在 陈明通的案子 就必须要裂密不公开呢 难道新委林志坚的政治生命 是已经看起来好像结束了 可是陈明通是蔡英文的爱将 是这个国师 然后呢 陈明通还在当权 所以呢 就算违法 也要裂密不公开 以免得罪了当道吗 介大师 当然啊 这个其实陈明通指控对象是台大 台大应该要注意自己的 本身的亲喻 跟他的这个名声 因为陈明通 他认为这个台大搞了一个 世纪大冤案 那这个时候任何 世界任何一所学校 都会为自己的 是不是制造冤案 提出合理的解释 那整个这个是学轮会的 这个按照台大 有关学术伦理的相关的规定 所做出的决定 那居然被人家去质疑 所以台大是不只是你的 学轮会被质疑 你的整个审查 学术伦理的这个程序 也有问题嘛 那这个社会 大家都要看你台大 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台大在我们身 在我们的心理上 是一个不可 不可 产生任何学术伦理问题的 一个学术的一个圣殿 那哪能接受到 被一个 被一个这个 品性操守都有问题的 一个 一个学术界的 这样子来批评他 我觉得台大应该 好好 内部应该有这个正义的力量 而且应该也有一定的程序 应该来启动 这个教育部是 蔡英文这一伙人的 一个同伙 现在他们的教育部长 是蔡英文的一伙 他这样做 这样说法 台大不是啊 台大是属于台湾的台大 对啊 他是所有台湾老百姓 心目中的一小圣殿 受到一个 这样子 累犯 而且破坏学术风气 无以复加的一个 民进党 蔡英文政府里面 一个腐败官僚 这样子批评 台大没有权利去保持 坚默 一定要站出来捍卫台大的清白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是 台大不管他当局怎么想 台大是所有台大人的台大 台大教授的台大 台大学生跟台大毕业生 校友的台大 不能这样子保持坚默了 我觉得应该有人出来呼吁一下 台大应该为了台湾 为了台湾的教育 为了台湾学术的伦理 为了台湾人对台大的那一点点 保存的期望跟信心 勇敢站出来 来做一个捍卫 因为陈民东指导的林志坚和郑文灿 都因为抄袭而被撤销血位 所以第一学府台大 因此是背上了很大的骂名 校医是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而苏永达现在说 要公开这个报告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陈民东 在被调查的时候还说 一个学生抄袭 就要把教授给开除掉的话 那你各位其他教授们 你们会真的很安全吗 这是一种恐吓吗 好 所以教育部委托了 国立大学的校院协会 做了一个学轮的研究 当时就建议了 为了达到教育警示的作用 其实是可以去识别化 来公开一些代表性的案件的 但台大选择在这一次 他是完全不公开 陈民东血流案的 任何审定的资料 反而让陈民东有机会 在外面宣传说 这是一个世纪的大冤案 陈培哲说 一般人的亲遇受到了污蔑 都没有办法忍受 大学更是不应该拓面自干 否则这恐怕不是让人家以为 说台大是默认了 陈民东的说法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到底台大为什么 非要选择盖牌不可呢 难道是怕得罪谁吗 不 其实事实上台大根据的 就是说学伦案件处理原则 第十一条之一 它的规定就是说 关于这个学伦案件 审议过程 以及审议的内容 审议人等等 都应于保密 所以台大是基于这一点 而且更何况台大手边 也没有留下这一些资料 所以我觉得台大这么做 其实依法它是对的 只是我认为台大也应该对 陈民通有相当的警告才对 因为台大的教评会有决议了 就是说不解聘陈民通 也就是让陈民通他可以安然的来退休 那我觉得陈民通就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伦这个案件已经很清楚 关于这个林志坚的学伦的事情 那么不只台湾大学 中华大学也针对他们两件的这个硕士论都已经驳回 都已经讲很清楚了 所以这一个案件 我认为陈民通既然有错 那么台大教评会也认为说 你陈民通是指导不周 但是台大教评会还给陈民通一个机会说 你指导不周 但是你还没有达到英语解聘 所以我不解聘你 既然不解聘他 给他一条活路可以退休的话 至少也要警告他说 你不要到处又再乱讲话 因为陈民通又去讲 又去讲说 林志坚这个案子是世纪大冤案 说他要帮林志坚讨回公道 结果呢 你这么做 你还说这个是世纪大冤案 是要讨回公道的话 那你这不只是挑战台湾大学 中华大学 你也挑战了教育部 你也挑战了全体台湾人民的智慧 所以我认为台大教评会 应该对陈民通提出这样子的警告 已经给你一条活路 可以安然退休了 那就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